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应该都还记得十多年前的薄熙来 那是怒打王立军一耳光 结果他在中共十八大入藏的卡位战中 就不敌习近平 身败名裂 自己不仅入不了藏 反而堕入了习近平的陷阱 进了秦城监狱 妻子鼓开来毒杀英国的小鲜肉情人的丑闻 也是大白于天下 为天下笑 在习近平和薄熙来大斗法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刀光剑影 各种阴谋是令人养花缭乱 情形之复杂 比美国好莱坞电影还要精彩 从薄熙来的例子 我们就知道 中共的几大几大之钱 一定是一些争权夺利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时候 我今天就尝试解读一下 中共六大前权斗中的一起 惊天大阴谋 周恩来和朱德都可能卷入了这起阴谋 邓小平也是这起阴谋的参与者 而这个阴谋的实现 影响了整个中共发展的历史 这个后果也一直影响到今天 不过事过百年很多的细节都已经在历史中消失 我们不可能还原所有的事情 现在就只能够就一些已知的情况 对当时的今天阴谋做出一些分析 我们在上一期已经讲到了中共常委 罗一龙之死 最后把责任都推到了朱德前妻贺志华的身上 并对他是毫不留情的泼脏水 上一期我们也做了一个历史的侦探 比较证据证词对中共的这种定性 做出了否定 并提出了一种可能 即罗一龙有可能死于个人恩怨导致的出卖行动 而且因为罗一龙得罪的人比较多 党内的仇家不少 很多人都有出卖他的动机 不过由于另外还有一些证据 这可以说明私人恩怨发展到某一程度 也有可能是被人所利用 所以我们寻找私人恩怨的角度 今天继续来做一个历史的侦探 继续深挖1928年中共中央常委罗一龙 被出卖遭杀害的历史大案 我们在之前提到了罗一龙与朱德的前妻贺志华之间 存在着个人冲突的事 我们再来看一看 有可能和罗一龙冲突的其他一些人和事 然后再进行我们的推理 这个主要表现在罗一龙 在男女私生活方面不是那么严肃 以致得罪了不少人 根据资料 他1925年夏天 从穆斯科回国到1928年4月被杀害了 不到三年时间就换了三个女友 或者说三个妻子 但是这三个女人都不是什么纯洁的爱情的产物 而是有着三角恋 甚至四角恋的恩怨在内 罗一龙在苏联的时候有个爱人叫陈碧兰 由于陈碧兰比他早回国 当时罗一龙就写信 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的湖南老乡 彭树枝 特地请他照顾 俗话说 朋友妻不可欺 大谬言 彭树枝对送上来的美女 那自然是百般殷勤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个陈碧兰后来就成了彭树枝的妻子 而罗一龙回国后 这段关系一度需劳动中共的大当家 老头子陈独秀出来调解 罗最后表示的 没有问题 不究既往 他还真的完全不避嫌的 经常去彭家 哪怕彭晨两人还在睡觉 他也就坐在床边跟他们谈工作 没有多久 这个罗一龙就爱上了一个四川妹子 名字叫做朱友伦 并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当时就有许多人劝他要小心 说朱小姐是当时还在莫斯科留学的 党内同志贺昌的爱人 但是罗一龙把这些劝告当成了耳边风 以罗一龙当时在党内地位的爬升 自然最后是抱得了美人归 问题是这一次电爱 在党内又闹出了一场大风波 贺昌回国之后 21岁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能干小青年 不久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约及了林彪的哥哥林玉兰等等 一起狠狠地告了罗一龙一状 罗一龙当时担任的长江局书记一职 也遭撤调 据郑超宁回忆说 当年他就亲眼看见贺昌 如何去请周恩来谈话 如何在周恩来面前恶毒地攻击罗一龙 但是罗一龙与朱友伦的关系 也没有维持多久 不久朱友伦去莫斯科留学 罗一龙就马上移情别恋 看上了一个叫李泽石的女子 这个女人后来就改名叫做李文怡 也就是与贺志华在中央副委八姐妹中的五姐 最后为罗一龙收私的就是她 从上面我们讲到的罗一龙再公再私的一些情况 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 她当时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不只是国民党想要她的向上人头 党内想对她不利的人也是所在多有 如果我们要想从这些复杂的各种关系中 去寻找出卖罗一龙的人 那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由于罗一龙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如前中共常委彭树之所说 那时候就像是苏共的斯大林 所以他的被捕杀就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 既这可能并不是由私人恩怨引发的报复事件 而是存在着重大的政治阴谋 这里现在我们先不做结论 只是提出一些疑问 如果我们假定罗一龙被出卖事件 是一种政治阴谋的话 那么在这件事件当中 一共是两个人死一个人伤 这两死一伤事件都有哪些受益人呢 那最大的受益者又是谁呢 如果说周恩来和朱德也参与这些阴谋的话 有没有可能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呢 我们还必须把这个事件 放到当时中共的大环境当中去 这里大家不放想一想 在罗一龙1928年4月15号 被英国巡捕抓走的时候 中共当时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这里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忙于准备 召开中共六大的事情 并且已经在三月份就决定 去莫斯科举行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一龙是中央常委和组织局的局长 理所当然也是要到莫斯科去开会的 说到这里啊 我不禁想到 如果中共下一次开全国代表大会 也就是中共的第21大 普京命令习近平说 把大会安排到莫斯科去召开 那这样的话 现在的那些中共党员会怎么想呢 在这个海外啊 为这个中共辩护的小粉红又会怎么想呢 那真是难以想象吧 然而历史上呢 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荒唐事 当时这个中共苏联共产党养大的儿子党 孙子党啊 虽然也有很多党员是强烈的反对 包括中共创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说啊 中国的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我们研究中国问题 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 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呢 他是坚决的不去莫斯科 当然他更加担心的是到莫斯科就会成为人质 被软禁 甚至呢可能把命都送在了苏联 但是隔膊扭不过大腿啊 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 中共六大呢 是定于1928年的6月在莫斯科召开 不用说 中共当时的内部斗争 主要是围绕六大的人士安排来展开 那这里就要问了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心思动众 把这个中共六大弄到莫斯科去开呢 表面上他们说啊 这个是因为蒋介石亲党反共 中国的国内啊 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呢 召开大会了 但事实上苏共当局是希望能够呢 借着到莫斯科开会的机会呢 把中共领导层呢 那是完全换成是亲苏联的人嘛 那些与共产国际对着干呢 要坚持中国自己的事儿 自己来解决的人呢 要全部的排除出去 至于中共党内呢 当时呢 已经是分成了好几个势力圈 一个呢 是以这个瞿秋白为代表的铁杆的亲苏派 当时是掌控了主要的权力 另一个呢 则是以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为首的拥臣派 这个呢 是亲苏派一定要清除的对象 那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啊 陈独秀那几年呢 因为对共产国际的指挥 是心不甘啊 情不愿 甚至呢 有时候还阳奉阴违 他已经呢 在前一年的中共五大之后啊 就被一场政变 踢到了一边 他自己啊 虽然已经对重做逢富了 死了心 但是他七八年的经营 数大更生呢 在中共党内 已经是形成了相当的势力团体 这些人对共产国际的处理啊 是心中不服 也不愿意呢 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 自然就会抱团取卵了 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势力权呢 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个要反对陈独秀 但是呢 又想利用这个共产国际的小团队 当时像这个什么蔡和生啊 李立山等人都是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的就是 像朱德毛泽东 他们的军队呢 也呢 逐渐开始啊 成为中共党内的另一大势力 由于他们这个离中央还比较远 影响力呢 还不算太大 应该说啊 中共六大 主要呢 就是前面两大势力的较量 清苏派呢 希望承着到莫斯科开会的机会 来一次彻底的倾倒 把清城派呢 那是全部赶出党的这个核心城 早在一年前呢 在武汉呢 召开了中共的五大 曲球白 这个陈独秀 从前的这个翻译啊 兼秘书 在共产国际的怂恿之下呢 是提前半年就开始策划 推翻陈独秀为主的中共党中央 有共产国际的支持 虽然没有在武大的时候呢 把陈独秀赶下台 却把他成功的架空了 曲球白 稍后呢 还是如原以偿 成为了中共的最高画石人 随后呢 他开始对陈独秀的追随者呢 展开了追杀 据原中央常委 彭树枝回忆说啊 在1928年的年初 他们一家被安排住在中共的一个交通储 但不久呢 这个地方就被破坏了 这个交通储的这个负责人呢 也被杀了 彭树枝说啊 如果不是这个负责人 告诉他们交通储有问题啊 要他们一家在几天前搬走的话 他一家就会遭到这个厄运 彭树枝还认为 这其实呢 是曲球白 处心积虑呢 要指他们全家于死地 可以说是阴险到了极点 根据这个彭树枝的描述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当时中共的内斗 已经发展到了出卖对方为手段呢 致死方休的地步 中共高层残酷的内斗 从五大拉开这个数目 那当然到六大是愈演愈烈 而罗一龙当时的地位啊 无疑是中共六大的焦点人物之一 那么罗一龙在这些势力派别之间呢 他是站在哪个圈子的呢 在中共五大之前呢 他可以算作是个不折不扣的 这个成独秀的人马 所以啊 在中共五大上呢 差一点 连中央委员都选不上 而在南昌暴动之后 召开的八期会议当中啊 共产国际指责中共呢 说过去党的这个策略啊 是反功龙的 是可耻的 面对着这样的羞辱啊 与会者包括毛泽东等人呢 均选择回避 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 只有这个罗一龙站出来啊 对共产国际呢 提出批评 说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 我为了这里要公开的批评国际 在技术工作上 那是非常之坏 当然他还有一次呢 在这个大陆之下 把共产国际的电报是丢到地上 之后呢 又撕掉的这个大力不到之举 也曾经是大大的出入了这个共产国际 不用说 罗一龙在之后呢 也逼着被靠边站 但是呢 他的确是个做实事的人 办事的能力呢 那是超群 在这个人才难得的情况之下 不久之后 他呢 又获得了这个重用 由于他选择了和陈独秀疏远 随后呢 还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常委 组织局的主任 依当时负责党报的郑昌年的说法啊 罗一龙掌握了组织局 就相当于苏联党内的斯大林 那是权倾一时 不过数大招风啊 尤其是在狂风暴雨来到的时候呢 就可能是遭到这个树袖于林 封闭折之的厄运 作为组织局的主任 对未来的中共六大呢 那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他呢 仍然算是半个成都秀派 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啊 那是很紧张 因此啊 对共产国际 要全面的控制中共的这个算盘呢 那就无形当中成为了一个障碍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 显然不愿意罗一龙出现在大会场上 所以罗一龙在六大之前遭到出卖 可以说共产国际 那是最大的获益者 也有最大的动机呢 把罗一龙甩开一旁 那么假如共产国际表示或者是暗示 不希望罗一龙参加中共六大 谁会来阻止罗一龙呢 是他们来安排呢 还是会有人主动的来站出来做呢 那又如何的来阻止他呢 那我们呢 就得再检视一下 在中共的六大上 谁又是另外的最大的获益者 这一个具体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谁呢 相信很多人都猜得到 他呢 就是周恩来 没错 正是周恩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 那是赚得是盘满博满 他担任的职务就有 政治局委员 常委 中央秘书长 中央组织部长 军事部长 中央军委主席 可以说 从六大开始呢 周恩来就开启了中共史上的一段周恩来的时代 而且啊 他从此以后 一直呢 是为共产国际 马首事章 不敢说一个不字 共产国际甚至成了他的口头禅 说啊 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中国党必须服从 否则呢 那纪律制裁 他又说啊 国际指示的正确 那是绝对不容怀疑 如果大家呢 了解周恩来的历史就知道 中共六大之前 在中共的高层当中呢 当时的周恩来是资历不深 理论的水平也一般 又没有自己的这个势力小圈子 但是呢 他处事圆滑 善于专营 有知情者说啊 由于他在中共五大之前啊 屠靠了苏联政治局的布哈林 因此啊 在五大的时候呢 就开始斩怒头角 然而不久呢 就因为南昌暴动失败 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处分 为什么从一个受处分者 在短短的半年之后 就成为了共产国际的蠢儿呢 周恩来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里还可以讲一个关于这个周恩来的小掌故 在1925年的1月啊 中共在上海召开四大 讨论这个国共合作 当时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呢 就拖了这个赞成票 不过他的这个入党介绍人呢 把他呢 引入这个黄埔军校任职的张生甫呢 当时就不同意 结果张生甫啊 被当场其他的那些人呢 嘲笑说 他这个天真的可笑啊 在一怒之下 这个张生甫啊 就退出会场 周恩来是个八面光的人物 见这样的情形呢 就赶快追了上来 在那个楼道里啊 跟张生甫说啊 他是同意这个张的观点 但是呢 希望张不要跟党分裂 张生甫说 他呢是宁折不弯 而周恩来是宁弯不折 张还特别强调了 两个人家庭出身的不同 他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庭 而周恩来呢 是商人的家庭 我们从周恩来后来的 一生人的历史呢 就可以看得到 周恩来啊 一生都是个商人 什么都可以谈判 什么都可以交换 而目的呢 就是不要让生意谈不下去 俗话说那是三岁定八十 八岁定终身 张生甫还真的是把这个周恩来 给看准了 所以我们说周恩来啊 在六大前后地位的这个巨大改变呢 就是他呢 和共产国际的做成了一单大生意 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啊 为共产国际的立了大功 解决了大困难 但又不能够呢 对外公开 当然 那还得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在苏联主持中共六大的 当时呢 正是周恩来的主子 布哈林 那是什么大功呢 就是清除这个罗一龙 让中共六大呢 可以顺利的举行 然而周恩来受命办理这件大事 肯定与当时中共的负责人 瞿秋白和当时中央机关的秘书长 邓小平有过商量 根据郑超宁的回忆 瞿秋白对罗一龙事件是知情的 而邓小平也应该有参与谋划 郑超宁回忆说 一天下午 这个邓小平呢 到他们的公寓呢 去探访他们夫妇 特别的叫他住业的看当天的晚报 到了那天黄昏的时候 郑呢 就特地的去买了这个晚报来看 上面呢 就有醒目的标题 说是法租界某处啊 新搬来一对夫妇 早晨呢 有人持枪闯入室内 打死了男的 女的呢 躲入床下 受了伤 为死 这显示呢 整个事件都有邓小平的参与 然而我还认为 在清除罗一龙这件事情上呢 赫志华就是周恩来任务的执行者 而朱德则是执行者 那么赫志华为什么会成为执行者呢 这也与他太过精明有关 因为呢 除掉罗一龙 一方面 他和丈夫霍嘉欣 都可以摆脱罗一龙的支配 霍嘉欣甚至还有可能在事业上再上层楼 他就曾经呢 向周恩来等人抱怨这个霍嘉欣呢 做罗一龙的秘书 那是大财小用 只能够做一些事物性的工作 而周恩来选择由赫志华来执行 则是因为赫志华办事能力强 而且与罗一龙呢 确实呢 也有私怨 加上这个赫志华做事啊 容易走极端 不达目的 那是死不罢休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则是啊 他不仅在1922年起 就和这个周恩来啊 在德国定交 还是呢周恩来手下的特务 我们上一期提到的所谓中共副尾八姐妹啊 其实他们搞妇女工作是假 做情报掩护工作呢 是真 他们的任务基本上就是中共高层领导人要开会 或者讨论工作呢 这几个姐妹啊 就会在楼下打麻将 以做这个演示 另外呢 他们有时候啊 还会扮演某个人那的妻子的这个身份 以呢 掩护中共的这个地下工作人员 作为周恩来的手下呢 周有命令 那赫志华当然是不敢不从 何况他还相信这是在为党工作 相信呢 将来还必有回报呢 赫志华没有想到的是 他虽然小算盘也是打得叮当响 但又怎么可能是周恩来这种全谋顶尖高手的对手呢 所谓螳螂不惨 黄雀在后 在他出卖罗伊隆之后呢 差点自己被周恩来灭口 还送掉了老公的姓名 说到这里 我再讲讲为什么会联想到罗伊隆之死啊 是个大阴谋 这个呢 就正是周恩来在暗杀霍家新夫妇呢 起头灭口之事上面呢 留下了破绽 是什么破绽呢 就是赫志华在枪口下逃出了身天 各位想一想 在中共特科杀手的枪口之下 如果他们收到的命令是杀死两人 赫志华怎么可能活命 而且杀手还不只是一人 又有充裕的时间 赫志华中了两枪竟能不死 这种可能性真的是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像后来周恩来亲自带队杀上顾顺张家 把顾顺张家的十一个成年人 全部用绳索勒死 就没有漏掉一个活口 赫志华之所以能够逃过一死 那么就存在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呢 枪下留人 杀手的目的啊 只想杀了霍家心而留下赫志华一条生路 但是呢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就有意的呢 把他的眼睛打瞎 一失惩戒 那么惩戒赫志华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 朱德也是知情者的原因 因为啊 周恩来在策划清楚罗亦农 要赫志华执行告密任务的时候呢 一定会考虑到 赫志华是朱德的前妻 要赫志华去执行一件非同寻常的冒险 通报给朱德呢 那也是应有之责 事实上没有自己势力版图的周恩来 可能也有成绩拉拢朱德 希望朱德成为他的支持者的意思 而周恩来之所以在莫斯科受宠 相信呢 也与他和朱德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 要知道朱德当时正带领南昌暴动 幸存的一支部队 在湖南南部发起湘南暴动 几个月来那是声势浩打 影响利亚波及全国 好在当时朱德已经与中共党的组织呢 有了联络 因此问到朱德对这个事的看法呢 也没有太大的困难 而与朱德联络呢 立刻就令周恩来的思路发生了变化 他的本意可能呢 是要这个赫志华以私人恩怨的名义 去告发罗伊隆之后呢 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外人不会知道 也不必负什么责任 然而朱德却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就是赫志华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讨厌的人 他不仅多次给他戴绿帽 而且呢 最后还把他给无情的甩了 事可忍 孰不可忍 正好呢 可以从这个机会来教训他一顿 还可以杀这个霍家心呢 以报这个夺妻之仇 所以啊 这个罗伊隆之死啊 最大的得益者是周恩来 而朱德的收获呢 也不小 周恩来派出的灭口暗杀 对开枪打瞎了赫志华一只眼睛 是具有象征意味的 正是呢 对赫志华的背叛朱德的行为 加以惩戒 要他代言诗人 毕竟开枪打瞎眼睛 是一个难度相当高的任务 而对朱德来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只要赫志华以后 不再算计他 那就够了 所以啊 中共高级领导人 李维汉说啊 赫志华 那是至少活到老文化大革命时期呢 我也是相信的 那就是朱德 周恩来并没有一定呢 要置这个赫志华于死地的打算 外面所传的关于赫志华的一切呢 都是精心设计的 一方面是这个合理化暗杀行动 另一方面呢 则对这个赫志华呢 加以某种形式的保护 这就是罗一龙之死啊 和这个周恩来暗杀赫志华 暗的真相 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呢不能讲的过于具体 但上述推理呢 在逻辑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如果我上面的推理成立 那么周恩来和朱德的这一合谋 可以说是真正的一石三两 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惊天大阴谋 可惜的是一百多年了 在中共有组织的掩盖之下呢 我的上述推理啊 很难获得证实 真相呢 可能将永远石成大海 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够为有心人呢 打开一扇窗子 当时呢 抛砖引入 深入的挖掘啊 当年的材料 从英国和法国当年寻补房的这个档案啊 从朱德和周恩来的往来电报啊 从罗一龙是否和周恩来有过冲突等方面着数了 解决这一百年谜团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